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玉米是很多人都爱吃的粗粮 尤其是做成奶油玉米粒,口感香甜又美味 但是玉米粒不太容易包,弄不好会掉到满地 而且包得又不干净 今天,小编将跟大家分享三种快速包玉米粒的小妙招 轻轻松松就能包出完整的玉米粒 不管是生还是已经煮熟的玉米 都可以用这三种方法包开哦 方法非常简单,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吧 方法一,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只需几秒钟,就能包出所有的玉米粒 而且包出来的玉米粒非常完整 首先,大家先将玉米这样掰断 然后将玉米握紧 接着取出一个小刀子 从上往下这样将玉米粒切下来 大家看看 切出来的玉米粒完整又美观 而且只需几秒就能将玉米粒包得干干净净 一点也不麻烦 方法二,这个方法只需用到一个叉子 首先,大家先将玉米掰断 接着,大家需要将叉子这样沿着玉米粒的根部插进去 然后将叉子推下 就能把玉米粒缠下来 大家看看 完整的玉米粒很容易就掉下来了 被包下来的玉米粒,颗颗完整又美观 方法三 大家准备一个汤匙 大家先用汤匙将其中一排的玉米粒挖出来 将一整排的玉米粒挖出来后 大家只需用拇指这样将空排隔壁的一整排玉米粒 从上往下这样按下去 一整排玉米粒就会自动的脱落了 将每一排的玉米粒这样 从上往下按下去就完成了 大家看看 是不是相当简单呢 而且包出来的玉米粒非常完整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